看到过一句这样的话 生活中80%的痛苦来自于上班 但如果不上班 就会有100%的痛苦来自于没钱工作这件事情 形式不同 内容相似 比如 无论你工作优秀与否 都会有喜欢和讨厌你的同事 上司 无论你从事怎样的工作 都会遇见相同的问题 看得出来 工作怎么选都是错的 那么熬下去才是最好的办法 工作中99%的问题 辞职都无法解决 有一位网友频繁辞职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小云毕业后在一家中介公司工作 看着周围的同事都能开单 他觉得自己嘴笨 不适合与客户沟通 辞职了 辞职后的小云又找了一份餐厅服务员的工作 由于营业时间是24小时 他觉得自己不适应上夜班 辞职了 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又去了另一家餐厅命聘厨房配菜的岗位 结果被师傅批评动作太慢 觉得受不了 辞职了 马卫都在节目中说 一个人要解决你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是工作能力 辞职解决不了问题 每个人在工作中 都会有不适感 上司习惯在下班后开会 同事之间喜欢攀比 公司离家太远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工作 改变对工作的看法 或者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尽量让自己在工作中舒服一点 才是道理 道圣和夫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 结果因为成绩不好 去了一个陶瓷厂做工 和他同期进场的同事 因为工厂业务衰退 待遇不好纷纷辞职 道圣和夫面临一家岌岌可危的工厂 没想太多 一头扎进实验室 反复推演新的技术 他希望通过创新来给工厂生产 带来竞争力 结果他成功了 并非陶瓷专业的他 凭借着自己对工作的热情和思考 完成了业内难以攻克的技术难题 后来道圣和夫说 当你对某个目标有强烈的渴望 就会在脑海里形成一个异象 智慧之景就会向你动开 那些辞职无法解决的问题 可以在你的不断调整 创造中出现一条新的路径 道圣和夫认为 创造力等于能力热情思维方式 与其靠不断地辞职去寻找一份满意的工作 不如专注于自身的创造力 保持对工作的热情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或许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工作乐趣 成功的人都懂得 工作不是用来享受的 高尔基说过 工作是一种乐趣时 生活是一种享受 工作是一种义务时 生活则是一种苦意 你如何看待工作 就会有何种生活 当下很多人打着工资到手 下班就走的口号 该做的工作做不好 加班的工作不接受 只想到点收钱 不想上班干活 看似不努力 实际就是不努力 身边有一位创业成功的朋友 偶尔听他聊起公司的事情 一位员工家庭条件一般 为了能把父母接到身边来 一起生活 他工作非常认真 每每公司有什么阶段性的业绩奖励 他都会全力以赴 付出比平常多的时间和努力 为了达到业绩要求 他经常向优秀的同事请教 在几次项目合作中 表现突出 被前辈联名推荐 升职加薪 因此实现了一家人团圆的梦想 而另一位员工 家里条件和上一位员工差不多 平常工作态度一般 每次业绩考核 也仅仅是合格 后来公司业务调整 大幅度裁员 该员工被裁 拿了一笔赔偿金后 过了一段不打卡的好日子 最近出来硬听 被几家公司拒了 每个成功的人都懂得 工作不是用来享受的 工作中那些你以为合格就足够的时候 早有人走在了你的前面 你想不费力气就能享受生活 就得接受生活对你的制约 一个随意工作的人 生活也会随意地对待你 很认同生活需要高级感中说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在确定自己的职业时 不妨问一问自己 你是否看到了这份工作的两面性 你的天性是否适合从事这项工作 要么选择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要么就喜欢上你的工作 真正的享受工作 是把工作做到极致 享受其中乐趣 只要挺住了 一切煎熬都会迎来蜕变 所谓人生 归根到底 就是一瞬间 一瞬间持续的积累 如此而已 每一秒钟的积累 成为今天这一天 每一天的积累成为一周 一月 一年 乃至人的一生 那些让人惊奇的伟业 实际上 几乎都是极为普通的人 兢兢业业 一步一步持续积累的结果 你的工作 只要坚持 挺住 命运的齿轮 就会开始转动 道圣和夫 是一位传奇的人物 他创办的两家企业 都进入了世界五百强 他在78岁时 临危受命 将岌岌可危的日航 从破产的边缘救回 他认为 即使在苦难当中 只要拼命工作 就能带来不可思议的好运 在道圣和夫 执掌经此公司的时候 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 市场上各大公司 都因为订单缩减 考虑裁员或转型 经此公司的订单受到影响 业务量只剩原先的十分之一 很多人劝道圣和夫赶紧裁员 他却回应说 如果能利用到员工的时候 就把他们找来用 当他们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就把他们赶到接上去的话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吗 艰难时期 为了让员工都能保住工作 道圣和夫 把他们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 轮流工作 学习 以保证大家都有收入 员工已抱着一份感激之情 认真工作 集体献策 帮助公司熬过了那段最难的时候 等市场恢复以后 因为技术提升 员工士气高涨 经此接到了多余之前几倍的订单 公司和员工一起复活 据献林先生说 根据我七八十年来的观察 既是企业家 又是哲学家 一身而二任的人 简直如凤毛麟角 有之字 道圣和夫先生使在工作中修行 是道圣和夫的经营理念之一 他认为 让员工满意 是工作领导者最为重要的责任之一 相反 作为员工 如何让工作对自己满意呢 在任何时候都要有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图悠悠 曾经被人们称为三无科学家 无流洋背景 无博士学位 无愿是头衔 就是这样一位三无科学家 在工作中数十年如一日 坚持实验 最终发现了氢薅素 降低和拯救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 爱迪生说 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 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 为人类造福当然 不是每一份工作都伟大到为人类造福 起码每一份工作都可以让自己感到快乐 每一次离职不仅仅是对工作的否定 也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否定 优秀的人从不抱怨环境 愿大家有生之年 好好工作 热爱生活 感谢观看